我们是那种打起仗来都会死守在台湾的人 你搞清楚 你真的搞清楚 我甚至跟大陆人都讲了 李立群这下要不出来好好解释一下 真的就没法过关了呀 近日著名老戏古李立群 在社交平台转发央视图片 世界只有一个中国 来表达自己的立场 这也是自事发两个月以来 李立群的首次发声 而很显然李立群的此番做法 并不能将自己完全的洗白 日前著名导演王晶 更是对此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他坦言自己很不喜欢宝岛的明星 因为他们立场总是摇摆不定 是妥妥的双面人 而对于李立群此次的发言 王晶更是十分的不满 认为李立群很不真实 老是让人去猜到底说的什么意思 一番发言也是获得众多网友称赞 8月11日著名主持人黄安 也对此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直言不要以为转发个图就过关了 由此看来李立群要想彻底证明自己清白 真的要出来亲自面对质疑才行啊 对此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呢 欢迎留言讨论 �日子 基本上有点别人 我们继续去听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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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 感谢观看